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房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老花姨又来烦你了 网上买的月季收到快不行了 第一次发芽死了 套了袋子第二次发芽了 去掉以后叶子也哭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视频里说的假话呀 你要不说月季 我还以为是个茉莉呢 这不是那个茉莉花吗 月季你 你们现在不仅仅学会问问题了 因为考老师了一天等完 这个正常的给足光照 别总是让它水大敲光的那种感觉 你现在猪出芽了 你多晒晒太阳咋的了 不论茉莉也好月季也罢 都是喜欢光照 发了芽了就寻思渐进的去见日子 好吧 加个臭宝 茉莉一个多月了也不长 你看你买的这个苗它就不行吧 一定要给足光照 现在就是浇苗了 你明白吗臭宝 稍微控一下水 光照给足 略干一点的时候再浇 茉莉相对来说喜欢干湿循环 但是呢 不要汗过头就行了 你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偏水大了 对吧 光照要给足啊 现在有点浇苗 家里边有生根叶生根肺 类似的或者101之类的 又或者是繁菲水之类的 给它加一点激活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 门一下给锁上了 你给它打开门 要不然它出不来 下个臭宝 去年秋天种下去的 满天星 现在开始发红了 你这养的就很一般了 臭宝 平常时候也得该浇点水的 给浇点水啊 该湿点肥的得湿点肥 光照要给足 好吧 这就长得偏慢了 您那边可能还是温度有点低的事吧 给点肥料是当的 现在可以给肥了 下个臭宝说 郁金香怎么叶子前面都枯了 是缺啥了吗 缺肥了呀 你这水培的肯定啊 营养给不上 你们啥都水培 昨天有话说问我 这个可以水培 那个可以水培吗 我给他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我也同时也要问一下 花友没有 我说臭宝 你别吃饭了 挂吊瓶能活吗 嗯 我刚当时资本家 一千多人我问了 他们说都能活 我说那你为啥不挂吊瓶啊 对吧 你挂吊瓶 你肯定啊 那不如吃饭来的实在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尽量的能土培还是土培 你实在没办法了 你想要水培 那也行 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就营养不好补 对老花一 我又来了 看看这发材柱咋的了 那叶片开始逐渐变黄了 该修剪的得修剪 该施肥的得施肥 发材柱 你看他本身的那个装 那么一点 它的根系又很弱 你上面涨那么多 它拿什么工啊 就比方你 你一个月工资三千块钱 好像给你安排八个对象 你一块谈 够吗 一人一天一杯奶茶都不够 你知道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你看他 他也差不多 月收入不到三千 你给他安排了八个对象 人天天这个要奶茶 那个要奶茶 不肯定有的对象 他不就黄了吗 对吧 要么就是撕一些肥 要么就是修剪一下 下个臭膀 这个蓝雪花得了是白粉病吗 网上说是有盐线 排出的是盐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它会排的 蓝雪花这 它的一个特性啊 你可以用水冲一下 用水冲一下 问题不大 不像是白粉病 不过下面的老叶 这样你不用太过于担忧 如果说上面的叶子 新叶子 包括开花 也都整体的不好 那就是不行了 现在发现了以后呢 我跟大家伙一直说 浇花最好的水呢 你就存一些雨水来浇花 对不对 用土最好呢 是用一些腐质土 也就是腐叶土之类的 但是完全发酵腐质 找不着那种就买鸡探土 最好的肥料呢 就是 就无计肥就行了吧 但你俩带有物料元素的 不就完了吗 你养花无非就这样 你说地载地载 你就上粹就行了 你也不用管那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偶尔一点小毛病不要紧 好了 像画门啊 不要把养花感觉 是太难的一个事 十年难学生意 就是一年就学个庄家汉 养花有那么难吗 总结一句话 十多就会了 有钱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的话 一 养花最难一 拜